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场独得60分 美加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 从2003年球季洛杉矶湖人队得分后 魏布莱恩 高贝·宾·布莱恩 以来 这是首次又现个别球员 在赛事的上半场就攻下40分以上 魔术队当晚赛前战绩只有18胜51败 在佛罗里达州主场安利球场 Emway Center迎战近日三连胜的布鲁克林篮网队 地主队全场莫有机会 战成平手 更谈不上领先 蓝网队一度领先多达44分 上半场接触时就以86比56摇摇超前 创下队史上半场领先记录 地主队只有在第三节仅收获33分 中场是以150比108成为历史性会败 蓝网队曾经于2021年3月19日晚间 造访过魔术队主场 当晚现场球迷只有3665人 厄文独得43分 是全场最高分 但是蓝网队还是以113比120亿隐恨 15日夜战是蓝网队在本球季第36次捷报 是从3月8日以来的第四场胜利 也是魔术队在3月份的第五场失利 两位都来自新泽西州高中的直篮球员唐斯 Karl Anthony Towns Jr.和厄文连续于14日和15日出战时 创写个人单场收获60分的记录 身高6尺11寸 现年26岁的明尼苏达辉狼队中锋唐斯 始于客场出赛圣安东尼奥马斯队时攻下本季最高的60分 第三节得到32分 一天之后 29岁的厄文也在客场收获本季新高60分 蓝网队在13日于主场和15日在客场出赛时 并且创写连续两场都有队员单场收获50分以上的记录 该队的大前锋杜兰特Kavin Winderant在迎战纽约尼克队时得到53分 蓝网队在这场比赛有47分中45秒绝对领先 5名替补球员连手攻下51分 全队投篮88次53次得分 命中率达到60.2% 三分球出手27次有16次破网 命中率高达59.3% 魔术队5名替补球员贡献有41分 全队投篮95次36次得分 命中率37.9% 三分球出手过41次有15次破网 命中率36.6% 鄂文是两队得分最高者 并且也是蓝网队在场最久者 这是他在本球季19次先发 第五次单场得到30分以上 他上场时间34分中56秒 31次出手投篮20次得分 命中率达到64.5% 三分球12次出手投篮8次得分 命中率达到66.7% 13次罚球12次命中 还有6个篮板球和4次助攻 4次抄截一次火锅 彭广阳2022年3月16日